房地产政策的暖风,从7月一路吹到8月,利好的喇叭天天响,提振的发文也从没断过。 8月25日,央行住建部金融监管总局三部门联合发布通知,推动落实认房不认贷的政策措施。 通知里明确,居民家庭,包括借款人、配偶及未成年子女,申请贷款、购买商品住房时,家庭成员在当地名下无成套住房的。 不论是否已利用贷款购买过住房,银行业金融机构,均按手套住房,执行住房信贷政策。 此项政策作为政策工具,纳入一城一侧工具箱,共城市自主选用。 受此消息影响,当日A股中的房地产板块,一度大涨了2.95%,涨幅不仅位居户身两市第一,甚至带动了户值短暂翻红。 房地产板块中,珠江股份,中低投资,金头发展涨停,大龙地产,涨超7%,于开发,中华企业,滨江集团,华发股份等涨幅,均超4%,但随后大盘再度回落下跌,反映出市场,依旧信心不足。 截止收盘,户值跌0.59%,深城值,跌1.23%,创业板值跌1.17%,三大指数盘中,均在创年内新低。 两市一共4249只个股下跌,北向资金,竟卖出24亿元。 那么,让房地产板块大为震动的认房不认带,究竟意味着什么? 简单来说,该政策的核心就是,只要民下无房,无论是否已经贷过款,一律按照手套房认定。 需要注意的是,通知特别提到,只要是在当地民下无房,就可以执行手套手带利率。 换句话说,哪怕购房家庭,在老家或者其他城市有房,只要想买房的城市民下没有房产,那就可以按照,手套利率,去申请房贷。 目前,这项政策,已经被纳入,一城一测工具包。 各大城市,按照自己的需求,去选择用或者不用。 当然,像这种认房不认带的政策,真正能刺激到的,其实是那些高总价产品。 一千万总价的房子,若按二套算,首付动辄七百万。 而有了认房不认带,按首套算,首付只要三百万。 首付从七百万,直降到三百万。 门槛从胸口斩到膝盖,肯定能释放一部分需求。 同时,认房不认带如果落地,也是一次变相的降息利好。 因为认房不认带,本质是放松了,首套首带的认定标准。 此前很多城市,首套首带房贷利率,已经降到了,百分之三点七左右。 主流二线城市,也基本降到了百分之四左右。 但是二套房贷利率,还是比较高的。 在百分之四点八左右。 而一线就更高了。 二套房贷利率,超过了百分之五点零。 现在只要有,城市选择执行。 本地名下无房,即可享受首套首带利率。 等于对一部分人群,定向降息。 所以理论上说,认房不认带,对市场会有提振。 有助于释放一部分需求。 比如已经卖了房仍在观望的购房者,有希望以低成本入市。 再比如,在外地有房贷,在工作地城市无房。 先前受困于首付不能买的购房者,这次也有希望解困。 这两类人群,是最受益者。 第三类,也是受益者。 就是改善换房群体,卖掉房再去买房。 但这只是,理论上的受益者。 因为现在的房子,实在很难卖。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,很多二三线城市, 此前已经落地了,认房不认带的政策。 比如,郑州南京东莞等等。 但市场,反应都很一般。 所以这项政策,能搅起多大水花。 可能还要看,一线城市跟不跟上。 但最关键的,也就在这里。 通知明确,政策纳入一城一侧工具箱。 只是给了地方,推动该项政策的依据。 也即地方可以不用担责。 可最终是否认房任带,还是由地方自主决定,并非必选项。 目前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军仪喊麦,表示政策都在制定中。 但是喊了大半个月,四座城市仍是只听雷声不见雨滴。 这其实也代表着,各个责任主体之间的博弈,越来越明显。 关于房地产,几个责任主体之间,包括中央政府、地方政府、住建系统、金融部门,依然存在着激烈博弈。 目前看,博弈的情景大致是,地方政府和住建系统,显露出无计可施,左右为难,力不从心的状态。 不断向上面争取政策和资源支持,倒逼中央与金融部门,在政策层面持续发力。 而中央,几乎是不为所动。 金融系统在地产层面,始终给予口号上的支持,并将主体责任,推还给地方和住建系统。 其实和认房不认贷政策相比。 目前人们更关注的是,存量房贷利率,能否下调。 近年来,随着手套房贷利率逐步下降,甚至到了百分之四以下。 市场对存量房贷利率下调的呼声,可以说,已经越来越强烈。 政策层面,也已经为存量利率下调释放信号。 例如2023年7月14日,央行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, 支持和鼓励商业银行,与借款人自主协商,变更合同约定。 或者是新发放贷款,置换原来的存量贷款。 再比如,8月2日,央行工作会议,更是直接提出, 指导商业银行,依法有去调整存量个人住房贷款利率。 从支持变成指导,也能看出央行态度的明显变化。 不过遗憾的是,从近期几家银行释放的信息来看, 政策落地实施过程中,似乎遇到障碍,并不顺畅。 例如8月24日,建行在中期业绩发布会上指出, 存量按揭贷款利率,按市场化原则,进行重新商定。 但现在,具体细则还没出来,各家银行,也在沟通。 这个测算,还是有一定难度。 总体上肯定会有,一定的息差下行压力。 还有8月25日,中信银行在中期业绩发布会上指出, 基于目前掌握的信息来看,同业各行对政策的理解,也是不尽相同的。 中信银行理解,实际操作需要考虑对克政策的一致性, 也要考虑各地区域的差异性,以及利率调整力度等诸多因素。 所以,从几家银行的口风来看,存量房贷利率下调的过程, 也许不会如市场之前预期的那样顺利,力度大概也有限。 而且,先于存量利率下调的,很可能是存款利率。 据中国证券报的报道,广州银行某支行理财经理透露, 目前,两年期三年期定期存款利率,均比上个月降了一点,约5个基点。 蒋苏银行某支行理财经理表示,7月的时候,存款利率下调了一次。 目前30万起存的三年期和五年期定期存款利率,分别为3.15%和3.2%。 北京市西城区某股份行客户经理表示,上一期20万元起售的大额存单, 两年期和三年期年利率,分别为2.6%和3.02%。 新一期起售点不变,但两年期和三年期的年利率,分别降至2.55%和2.9%。 所以市场预计,新一轮存款利率下调,估计很快就会来临。 理由很简单,表面上,是为了存量利率下调打开空间, 但归根结底,还是为了保持银行的近期差。 根据数据显示,2023年二季度,商业银行的近期差, 为1.74%,资产利润率,为0.81%, 同比分别下降0.23个和0.08个百分点。 近期差的快速下降,意味着银行的抗风险能力在变弱。 要知道,银行的利润,主要靠放贷吃利息。 而在经济系统中,这几十年来借钱的大头, 又主要集中在,地方政府和房地产。 因为疫情这几年,财政支出压力很大。 化债过程时常出现,地方与银行协商, 降低还款利息,延长还款时间等问题。 同时,房地产因为房子不好卖,还款也很困难。 经济压力越大,银行贷款风险自然就会上升, 这也是基本常识。 同时,为了支持经济,又不得不降息, 导致近期差,不断收窄。 这些都在不断考验银行的经营和抗风险能力。 而要是连银行系统都跟着出问题,那麻烦就大了。 说了这么多地产政策动向。 但总的来说,房地产想要一波大上涨, 依旧概率不大。 就是讲究的是一股作气。 但遗憾的是,这波政策操作, 实在让预期消耗太大。 此时此刻,单靠几个政策变动, 或许能勉强稳住市场。 但想带动市场上涨,显然远远不够。 从7月底至今,又发生了, 碧桂圆远洋事件。 显示流动性危机过去了一年多。 开发商仍然处在暴雷的征程中, 信心显然更差了。 这个环境,除了真正迫切的资助者。 人们真正关注的,不是房产,而是债务。 20年来,市场第一次大面积出现了, 贷款买的房不是资产,而是负债的看法。 很多人翘首等待的政策, 并非是为更低首付的买房, 而是更为便利的卖房, 或者能不能减轻自己的还贷压力。 这是很严峻的信号, 自房改以来从未有过。 这其实也对应了, 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定调。 中国房地产的市场供求关系, 已经发生重大变化。 而这一轮楼市调整,是系统性的。 并非市场单独的问题, 还有行业问题,更有经济问题。 人口老龄化加速, 城市化见顶放缓。 新生人口逐年减少, 收入和就业不确定性加大。 高房价与低收入的鸿沟没有缩小, 市场已经供大于求。 这些利空因素, 仍在全面施压楼市。 现在所有的动作, 都是为了避免房价硬着陆而已。 最多能起到延缓下降速度的作用。 所以, 这一轮调整周期时间不会短, 不能抱有任何幻想。